日前遭反贪务委员会冻结银行账户的人道救援组织巴勒斯坦和平 他们扬言要起诉反贪会 但是反贪会是立场坚定 也已经准备好要对簿公堂 反贪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战巴基强调 反贪会秉持专业来履行职责 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带有恶意的企图 阿战巴基今天发文告表示 反贪会是援引2001年反洗黑钱 反恐融资以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的第44之一条文 来展开行动冻结有关资产 这也有利于调查工作 反贪会是在这个月23号冻结了巴勒斯坦和平名下的41个银行户头 而初步调查发现这个组织的部分公共资金 疑似被挪用在代理公司的名义下来购买资产 巴勒斯坦和平昨天就召开记者会 现反贪会在三天内解冻这些户头 否则将会采取法律行动